大家好 我是乌兰 哎呀 看我这身装扮 都把他气愤 秦国透秀演员 乌兰 今天是咱们 秦时明月世界首游的发布会 我来参加呢 是因为最近 收到了好朋友 葛聂的邀请 让我去秦时明月的世界里 当历史体验的餐 因为我也不怎么了解那个时代 我就问葛聂 我说我要是回到那个时代 我应该做啥工作呢 我说你应该是一个 对公家 我说是因为我口才好 我说就是因为 你喜欢放纵的横在家里 你现在人人不都是纵红家吗 纵红家其实就是我们 吐骨秀演员的祖师爷 都是靠嘴吃饭 说的话你还得让人听得进去 很多人知道 其实就是因为 沈乐平老师的动画 已经拍到第六部了 我觉得拍成动画真的很好 书里看到那些人物 就立起了起来 你比如说你在史书上面 看到荆轲 你看到葛聂 都是平面的 但你一拍成动画 你就脑子里有印象 栩栩栩栩栩 特别形象 一说到诸葛亮 你可能出事表你都不记得了 但是你永远记得 唐国强老师那张脸 我对秦时那个时代 其实感兴趣的 之前也了解过一些历史 然后也知道葛聂 但看书的时候 反正我不知道这俩字 念葛聂 后来看动画才知道 但是一旦你知道说念葛聂 你是不是就想特别想卖动一下 历史上你最喜欢什么刺客 你说我喜欢葛聂 看他一脸懵 你就特别开心 葛聂哪个葛 你说盖猫的那个葛 历史上面对葛聂介绍不是特别多 只有在刺客列传里面就写 说荆轲去找葛聂去论剑 葛聂怒而目之 就是用眼睛去瞪着他 然后荆轲害怕就走了 人家说跟葛聂说 你把荆轲叫回来 他说试往试一去 不敢留 他意思是说 你们可以试着叫他回来 当我分析啊 他又不敢回来了 荆轲一个大刺客 我们了解 你说怎么说头就怂了 你们还葛聂应该还是挺厉害的 对吧 而且我就觉得我要是 传业回到那个时代 他敢对我 诺文误之 我就敢问他 你瞅啥 他要拔剑 我就跑 另外 我听说 秦始的世界里面 还有很多文物道具 比如说孙子兵法 竹简 月王剑 这一般你可能博物馆都看不到 游戏里面你是可以收集的 对吧 而且你经常会看到一个朋友 玩玩剑 在那边说 我要你把月王狗剑剑 玩个游戏 卖什么萌的 对吧 这次在秦始 除了文物 还有关于秦陵的这部分 我一直对秦始感兴趣 就是秦始皇陵 其实史记上面也有记载 说秦始皇陵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从那个图里面 现在也去发现 那个地方就有 孔异常 那个时候还好 没有这个叫孔 比如说秦始皇召集大家 然后百臣 对秦陵有什么意见 那个人说 那个孔 你再想想看西北那个口音 对吧 秦始皇再一听错 这个人可能比秦始皇先去 不秦陵 现在呢 我自己啊 就要到这个秦始的世界里面去体验了 我对现实世界很多感受就是 哎呀 这样算了 对吧 看能干嘛 那没啥能做的 但游戏里面就不一样的吧 你可以不断的体验 不同的新的职业 新的技能 有无限的可能 这就是虚拟世界可爱的地方 现实世界比较残酷的地方 不管在哪个世界 咱们还都是用心活着 用心去感受 等我这次呢 周游结束 下一场呢 秦始脱口秀 我再跟大家来分享 到时候呢 每个人都能看到秦始明月的世界 都能领略到 那个时候独特的风骚 谢谢大家 我是胡拉 最近啊 这个出来放国 秦国 今天啊 又回来 穿越回来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一些在秦始明月世界里的一些见本 我觉得 分享这个词都不是很准确 准确来说应该是 得瑟 得瑟 对吧 因为我提前玩着了 很多朋友还没开始玩呢 到那边之后啊 要选择自己的文派 文派嘛 就是大家熟悉的 儒家 墨家 道家 义家 并家 而且当时啊 就特别慎重 就一直在考虑说怕选文派人太少 以后不好混 没想到你说 去了秦国的出现当那个时候呢 也还有职业规划的问题 说实话 说实话就是每个文派我都想当一下 都想体验体验 这个就跟大家考学的时候选大学是一样的 你就看这些大学 考大学哪个都想上 但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如墨盗兵一 这些人 我只要选人家人就都要我 大学不一样对吧 我在里面看到很多人选一家 一家的这个技能形态就是真 每次放技能 我就感觉那个人物在说 我差不扎你没事 非常吓人 马上就到3月26号了 就咱们秦时的上线时间 咱们一起来秦时明月世界 来做一个不平凡的百家大侠 体验一把什么叫做纵风百家 进懒大清风华 比如说你在大街上 或者你在饭店里面 看见我跟王建国吃饭 你就不要再跟我说这句话了 好吧 这个这很不好 其他的时候 你看见我的时候 你就说没什么关系 对吧 我跟王建国 你就在那边深沙烤的 过来说 呼啦 你是我新生的冠军 你让人打响 前天我俩出去 前几天我俩就出去吃饭 然后就走我人过来 然后要不然就 这个 就是聪明的朋友就会说 找你俩一起拍个照 什么之类的 就是不做面的会 就会 这样子 建国 忽兰 能跟你拍个照吗 然后再转头一看 说哎那个能和你拍个照 你就明天感觉这个情欲是不对的 一定要做明对吧 这个你看我们这五大三粗的 加起来 也三百来几 你真的不拍打吗 哎呀 我们那天真的是 我们那天就出去 我们俩人 然后 那个出去吃烧烤 我的 吃了好久 因为我俩在那边聊天嘛 然后后来发现 微博还有人发私信说你们怎么吃个饭吃这么久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们能吃还不行吗 我天 我们我们去吃烧烤 这就更不能 不是我们来吃一个 那个你们去搜索 就去吃烧烤 就有一个上海有一个铁牌的那个烧烤 我这就更不能 这个这个这个 攒人 就把里面打广告 但是你们去搜索挺好吃的 就东北的朋友 如果在上海的话 他有一个铁牌烧烤 然后你去吃 真的挺香 我俩还会去蹦迪吗 我俩 哎呀 好久没蹦了 我俩蹦迪也太傻了 我天 我俩蹦迪真的是 我俩去蹦迪 人家好像是 我后来在开发麦讲过这个事 没事 我可以跟大家讲讲 我俩太傻了 他基本 他基本没蹦过 然后我蹦 我蹦过 但就是跟朋友那种去蹦过 他是基本上没蹦过 那可能是他 第二次 第一次他可能就是好多好多年 就先下去了 第二次他为了写段子去蹦迪 那个人蹦迪那地方十点钟开门 我俩九点四十就到了 就没见过说有提前二分钟到迪青的 人家都是什么第二场 什么十一点钟 十二点钟 然后晕晕乎乎 搂搂搂搂的 就是什么兄弟 再去喝一顿那种 我俩就清醒的很 我俩晚饭都没吃 我俩九点四十到了 坐在那个旁边 凳子上在那边等着人家开门 人家没见过这种人 我俩说太饿了 然后说那就再去吃碗面 我俩吃了碗面 然后去了之后 又让我们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那个时候在那个 就需要那个什么 那个健康码 然后我俩刷两个 刷不进去 我俩又举着那个地方 在那喊那个数字 就什么五四三九二 就在那边喊 特别的傻 然后进去之后 人家都有卡座 我俩就没卡座 我俩就像俩保安在那边站着 真的我都忘记了 隐约记的好像可能都是 就特别的像保安 然后国仔又抠 不舍得买啤酒 那这啤酒贵吗 就是八十块钱一瓶啤酒 然后他又不舍得买 就一小瓶 然后我俩就一人买了一瓶 我记得还是我请他 然后俩人买了一瓶 一晚上就在那拿那 很快就喝完了 我俩拿着那个空瓶 晃了一晚上 他就上厕所 他把瓶给我 说让我盘他看下瓶 他回来 我再把瓶还给他 我俩就这个德行 你看 太傻了 然后最后 最后 最后要走 就是 就是 就是人家都说 说哎呀 我再玩一会儿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说走啊 国仔咱走 然后他特别傻的 跟我说 他说 让我再观察一会儿 然后就在那边去看 人家怎么怎么喝多了 我俩觉得那是太傻 我俩极其清醒 然后 然后我俩就出来了 出来了到路边 就打车各自回家 我说国仔我走了 我回家 然后国仔坐在那个路边 他说 他说你先走吧 他说他掏出手机 都让我把刚才看到东西再记一记 我操 哎呀 是不是说了脏话 但是 真的特别在傻 词人 忽兰 大家好 我是忽兰 大家好 我现在是一名喜剧演员 我全职做喜剧前呢 也在IT行业工作 很多人不理解 说我为啥要转行做喜剧 做IT多风光 其实很多时候 IT就是表面还算风光 实际呢 还行 心里很苦 而且我们经常为自己的前途 感到担心 就刚入行的时候 就害怕说 担心自己学不到东西 过了几年之后呢 又担心自己在公司的成长空间不够 又过些年呢 又担心说 人到中年会不会被公司抛弃 再过段时间发现 还没等到被公司抛弃 公司自己可能要倒闭 但程序员好就好在 我们只会为自己感到焦虑 我们不制造焦虑 我们也不是焦虑的搬运工 只是会时不时的在上下班的路上 苦苦思考 说自己的前途 到底该何去何从 但据我观察 爱为自己焦虑的人呢 运气都不会太差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啊 我也总想 我说五年之后 我会在哪呢 我真的是想过 我有可能去阿里啊 这样的大公司 但真的没想到 是以这种身份 这种形式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还想过去各种论坛上面 大会去讲一讲 现在论坛找我 都说可不可以来我们这 来说段脱口秀 我说我也懂技术啊 他们说 但是我们还是想听你说脱口秀 但我感觉啊 就是人担心自己变老 是人类的共性 而且这种感觉啊 不是说到某一个特定年龄 就不是说到某一天 你说你过完生日 第二天你说 哎呦 自己变老了 不是的 如果真有这种感觉 就是蛋糕吃坏了 但我们感觉变老的方式 其实往往是身体上的感知 就是突然发现说 自己变老了 身体熬不能熬夜了 坐久了腰疼了 往往是这些时候 你意识到说 哎 自己已经老了 我之前和一群 我前同事 程序儿朋友在聊天 他们跟我抱怨说 程序儿这个行业 往上走越走越难 上面的位置都是 僧多粥少 我不愿意说 程序儿头发的事情 但是看着他们跟我抱怨 僧多粥少 我说粥少不少 我不知道僧多 我是真看出来了 而且我们常常说 收到身体信号感到危机 之前我有段时间特别忙 为了赶项目 每天可能就只能睡几个小时 有段早上我起来之后 踩上我家那个智能秤 测出来身体年龄57岁 我看到57岁 我第一反应都不是惊讶和悲伤 我的第一反应是 我再干三年终于可以退休了 我们仔细想想说 为啥很多运动员35岁该退役了 因为强度大 他们用了15年的时间 干了人家40年的活 程旋儿不也一样吗 也是用了15年的时间 干了40年的活 只是人家用了15年的时间 赚了40年的钱 开开心心地回家钓鱼 程旋儿用了15年的时间 赚了15年的钱 听着像废话一样 但这个就是事实 说回来我们还是要承认说 高龄马农在求职市场上 会受到一些隐形歧视 理由嘛 来回来去 无非就是年纪大 可能没有进取心 有孩子分散经历 你听听这是找人干活 还是找人二婚 但玩笑归玩笑 我们还是得承认市场 就是这样市场 你单一技术路线 确实是会遇到一些天花板 就我在这里 再怎么花言巧语地为你鸣不平 找工作还是得自己去找 我又不能替你去找 说那与其这样 就还不如顺应市场 自己早早去做转型 一或去做管理 一或做架构 各种各样 我们一会就去聊一聊 程序儿的中间转型的问题 我们常说技术方面 我们明面上知道说 前端后端 细分的话 还有运维 DBA 每个工种 有每个工种的技术路线 和职业发展道路 还有每个工种 对自己未来特定的担忧 如何选择职业路线 并且适当地去处理中间未经 我们今天请到了几位技术专家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大家好 我是霍兰 今天特别开心 能来徐岛的酒妈发布会 刚才海元说 他是看徐岛的电影长大的 我很真诚 我是看徐岛的电视剧长大的 我是看春光灿烂猪八戒长大的 最近徐岛跟陶宏老师 还重唱了那首 片尾的曲《卷节判》 就是我一想 我没听过这首歌 全电视剧 我只记住了猪猪乾坤屁 很多人说 那是一部有记忆的电视剧 在我看来 那是一部有味道的电视剧 今天要说一些我妈一些事情 我妈真的是 就现在经常出来演出 就很多人都特别期待 说一点我妈的事 因为大家都认识她们 但真的是现在 很多事情现在就是 家长 现在的家长跟小孩沟通 跟我们那时候真的不大一样 现在的家长跟小孩沟通 都讲究平等 尊重 就不能说什么 去给我拿个碗 你要说能给我拿个碗吗 我小的时候完全没这个概念 就我也不敢 就我要但凡跟我妈说 我说你不能这么跟我说 你要跟我说 能给我拿个碗吗 我妈还跟我说 我给你个大耳光你要吗 全都是这样子 全都是命令式的 要去学习 全都是这样子 我要是不听的话 我妈会说 三 二 一 就是这样子 有一次 我搞不懂吧 有的时候我再不听 我妈会说 你是不是想上天 我就搞不懂 你在那倒计时 三 二 一 是我想上天 还是你想上天 有一次 我不知道脑子哪根筋搭错了 我妈说三 我说二 一 我妈二话不说 就去找我爸 跟我爸说 你儿子能耐了 会数数了 我爸特别厉害 我爸是我们家的 近战第一英雄 就是 就是这样 被他近身了之后 我基本就跑不掉了 就这样子 我爸特别厉害 我爸打 打我就是徒手打 真的就是徒手打 我妈打我 还得抄点什么东西打 你知道 就我妈这个英雄 还是比较吃装备的 对吧 我在我们家 就像那个野怪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 当他们决定来打我了 我基本就逃不掉了 对吧 等会儿就最近 最近还要啥事 对我 这部电影是讲什么 带着妈妈去旅行 整个大概这个篇幅 大概是这样的 其实 我今天本来是想着说 免费蹭个电影看 结果没想到 只能看个预告片 徐德尔大概跟我描述了一些 是个什么事 就讲个大概什么事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跟父母出去旅游 什么跟父母出去旅游 是个挺麻烦的事情 我现在每年特别忙 只能春节的时候 陪我爸妈去国外去旅个游 跟妈妈出去特别麻烦 跟我妈出去 我前年带他们去美国去玩 就我自己出去 不管去哪 我背个包就走了 跟我妈出去 都会跟我 虽然一起走 给我塞什么小洗发水 什么小沐浴露 什么一次性脱鞋 什么保鲜袋 说这保鲜袋是放脏袜子的 这是放脏内衣的 我就搞不懂 那脏袜子保那么鲜 干啥 对吧 带我妈去美国 她去奥特莱斯 女人妈喜欢购物 就这样子 然后中国那个奥特莱斯 房子矮 在美国啥房子都矮 她看啥都像奥特莱斯 动不动跟我说 儿子那是奥特莱斯吗 我说不是 那是赛百位 对吧 最后终于去了奥特莱斯 去了之后 她说儿子你回去睡觉 我她说我自己买 我说你又不会英语 我说你能行吗 她说我行 我看得真行 她最后自己就敢排队 然后一手拿着信用卡 就一手拿着一堆衣服 就去敢去结账 然后远处看 人排到她了之后 人家问她 说你这个卡 说你这个信用卡 还是借记卡 我妈也听不懂 我妈就 就这样子 特别好 人家说 我先试试信用卡 再试试借记卡 特别好 我们是顾客 你自己搞清楚 我们要啥吗 然后最后人家问她 说你好像这么多衣服 说都你都白 你需要个带子吗 我妈也听不懂 妈就 就这样子 那人说你好像需要个带子 对吧 就给了她个带 特别好 我们是顾客 但我妈自从那个之后 就开始飘了 就不会英语 在这种国家 活得一样很好 后来我带她出国 后来过海关 我说咱们走紧点 咱们三个人一起走 我说你不会英语 你别再卡 她说没事 我自己走 就自己去了 人家问她说 你来我们国家 目的是什么 我妈说 来卖萌来了 然后最后 再讲点跟于我妈的事情 其实还挺好玩的 刚才讲小的时候事情 后来上了初中之后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就父母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会说你们盼你 不知道他从哪儿学的词 就要盼你 什么事情都是盼你 就我说我不想学习 我想玩会电脑 她说你就是盼你 我还跟她说这个逻辑 我说这不叫盼你 我说我跟你对着干 才叫盼你 你跟我说好好学习 我说我要去玩电脑 她说你玩会电脑吧 我说不行 我要去学习 这才要盼你 如果你现在跟我说 去玩会电脑吧 我会说好的 我妈就特别生气 她又说不服我 然后动作就跟我说 你这种小孩 现在就跟我顶嘴 你就是盼你 我说你什么事情 都给我扣上盼你的帽子 到底是我盼你 还是你盼你 但我跟我妈 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 讲逻辑的 就是一般的这些逻辑 她就会给你扯别的东西 我发现所有的妈 都是这样的 就前段时间夏天 我下雨 就是下雨之后 特别难打车嘛 我妈打了个车 回来就跟我抱怨 她说哎呀 这个什么加价 什么快车 加了好多钱回来 这就是黑心 怎么怎么样子 我说这不就是市场经济吗 你加钱打回来不挺好 你还在 要不然你还在雨里淋着呢 我妈想让她说 你怎么能帮外人说话 我说咱们就就事论市 叫什么帮外人说话 她想了想 她说 昨天还去市场 给你买葡萄吃了呢 我说这有什么关系 对吧 我们在就事论市 讨论这种事情 然后就每次就跟她 掰扯这些逻辑 但最后总是 讲了讲了就不开心 就吵架 就不欢而散了 后来我想明白了 家庭生活中 跟妈没那么多逻辑 好讲 就开心就好 真的就是开心就好 我妈之后再跟我讲什么 昨天还去市场 给你买葡萄吃了呢 我说那我也都吃完了呀 然后最后还是 还是住这个徐岛的 大家都希望去电影院 去知什么 我特别理解说 这部电影 为什么会在大年初一上映 因为我过年回家 只能在家待到初三 初四我就得离家出走了 就是 真的 跟我妈待在一起 超不过三天 然后我妈又想我 我俩又回来抱头痛哭 就相爱相杀 真的是 真的希望大家大年初一 带着父母一起去电影院 看一看 我相信这是会一部 特别好看 或者说特别感动的电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霍兰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个主题就聊的是 说下班之后 老板发过来游戏的组队申请 说要不要拒绝 很烦这个现象 你本来说工作了一天 已经够累了 你下班 你让我陪你玩 你这不就是变相加班吗 而且你问我要不要拒绝 那当然是不拒绝 他没法拒绝 他想打一局 我就陪他打一局 他想打十局 就陪他打十局 他想打到半夜 就陪他难忘今宿 老板打游戏 最重要的呢 是老板的游戏体验 时刻记者 你是他的员工 老板选刘备 你就选诸葛亮 你就鞠躬尽 死而后已 你不要人家打团 你去打野 你打着打着 那边先帝创业为万儿 忠道崩俗了 老板被追 你断后 老板打野 你保护 对吧 老板一高兴 他问你说 游戏打得怎么这么好 是不是游戏天才 低情商怎么说 他说有什么天才 我只是把别人工作的时间 用来打游戏了 高情商怎么说呢 高情商说 那你看 就算我诸葛亮玩得再好 那不也是听您的指挥吗 顶级警商怎么说 哪有什么天才 我只不过是拥有 骁龙870 和独立显示芯片的 IQ尼尔5 打游戏特别流畅 已经给你放半锅桌上了 希望你有更好的游戏体验 身心愉快 带领我们在游戏和工作中 所向批笔 最后呢 想给职场先生的建议就是 稳健发育 别浪 用IQ尼尔5 我们能行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